大家早安 到我们的气象时间 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早上醒来 有没有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冷了呢 尤其是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应该感受上来说就蛮明显的 因为今天的最低温出现在了桃园 扬梅只有13.7度而已哦 所以现在从今天开始呢 入秋之后的首波大陆冷气团 是要正式报道了 那么今天天气是转为干冷的一个天气形态 所以降雨都会很明显的趋缓 今天就只剩下东南部地区 还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不过全台各地哦 今天都是有机会可以见到阳光露脸的 但是看到阳光不要被骗了哦 今天北部地区真的是蛮冷的 低温大概是落在15 16度左右 但是高温今天也上不去了 高温今天大概就只有在18度左右 往南走呢要特别留意 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很大 低温的时候大概只有20度左右 但是白天太阳出来之后 到了中午又会来到26度左右 所以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 接下来这几天日夜温差都会很大 而且呢这个冷呢 是连周末都会持续的冷 尤其周六还有周日的清晨 会是最冷的时候 我们先透过定量降水预报图来看一下 今天还会不会下雨呢 有没有看到今天全台湾几乎都不会下雨 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 稍微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到了晚上更明显全台的降雨都趋缓了 因为我们说这一波大陆冷气团 它是干冷 所以它会来的比较冷一些 但是呢并不会有任何的水气 所以天气接下来这几天都是蛮晴朗的好天气 我们从一周趋势图来关心一下 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 那么今天跟明天是这一波大陆冷气团 它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干冷空气南下 那么中南部地区要留意的就是日夜温差真的很大 有可能会差到10度左右 所以早出晚归的观众朋友 保暖的工作是一定要做好的 千万别感冒了 那么这几天只有东南部地区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零星降雨 那么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清晨的时候还是很冷 低温呢甚至有可能 北部地区会降到大概12 13度左右 所以真的非常的冷 但是到了礼拜天白天之后呢 白天气温会开始慢慢的回升了 因为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就会开始慢慢的减弱 但是各地都要留意就是日夜温差真的很大 早晚的这段期间是真的是蛮冷的 那么到了下周一开始 气温会持续的回升 而且水气都还是偏少的 就东半部地区 云层量可能稍微比较偏多一些 但是在北部中部还有南部地区 天气都是蛮不错的 那么最后小叮咛 我们要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呢 今天开始干冷空气逐渐的南下了 所以真的是会越晚越冷 尤其北部地区 今天的高温就只有在18度左右 不会再上去了 那么中南部地区要留意的就是日夜温差真的很大 接下来几天有可能会差到10度左右 早出晚归一定要特别留意 保暖的衣物一定要记得穿 那么今天只有东南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不过水气都不多 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提供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